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12月1号 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个月了 所以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不要讲很惨一年了 已经够惨了很特别了 所以我们有取白期 有换征服 然后有左勾前 有后遗症 什么都来了 所以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这一年虽然我们给封了 整一年吧现在还有机会 Market就开了 我们这个MCO已经放松了 所以大家可以出去喝茶吃饭 我可以出去做一点shopping 也开始放松了 不是整天那个所在家 也是很 怎么讲 很辛苦 but at least所在家 你们看我的视频 我也做很多视频 希望你们也有 不是讲学到东西 分享出来 至少大家可以哦 大家可以怎么样讲啊 啊 学习学习啦 我跟你学 你跟我学 大家可以学习学习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market的机会 有没有机会 然后我们看图 可以看到机会 可以看到危险 可以看到情绪 可以看到 啊 可以看到啊 历史哦 but 为什么我还 我还会会看这些啊 加密货币 Bitcoin Ethereum 这些东西 你这样market咯 好像现在啊 market是冷的 KLCI是冷的 KLCI是一直跌了 so我们 如果我们是真的 只是靠 只是靠啊 怎样讲啊 交易来找钱的啦 我们不可以只是靠 一个KLCI 如果KLCI跌 KLSE啦 如果一个不好彩啦 真的啦 跌三个月六个月啦 so 我们又不可以short 那个market咯 买空咯 很难买空 不是讲不可以 很难买空 都一直跌的market 你是三到六个月 你是不用去找很低 你是不能找很多钱的啦 找一点咖啡钱可以啦 so that's why 我们 所以美国他们讲 risk on and risk off risk on就是他们去 stock market那边 risk off 他们就去买其他那些 比较安全的 那个 投资啦 所以我们也是有哦 所以我 我也是不 没有只是靠KLCI的 所以KLCI冷 现在酷啊 所以我会 找其他的出资 可能我会放多一点去 啊那个 加密货币那边 如果KLCI看到 哇 运行反弹 机会来啊 我就会放多一点子弹在这边 所以我们 我们是full time full time玩这些的 我们是有我们的方法啦 所以 现在我也分享一点给你们啦 他不讲一定要跟 这个方法一定要对哦 不要讲哇 我一讲我一讲比特币 哇 全部钱就丢进去 你看一看 比特币 这些叻 他是不是regulated by government 他是没有limit down的 你要知道咯 我们马国政府有 有政府支持啊 有政府控制 ok 有SC 啊 有布杀器控制 so他会limit down so你损失 你可以control到你的损失哦 那些是啊 比特币那些是没有regulated 有发生什么大事啊 他可以跌到零的啊 不是讲哦 他有这个可能吧 他风险高 他的 他的这个回酬也高啊 他分分钟可以赚100% 200% 所以我们投资 我们玩这些 我们看这些啊 加密货币啊 我们不是看10% 20%的啊 我们是看50% 100% 200%的 这样子我们是 啊 来 用这样的心态去投资 还有我们的心态 就是这笔钱放进去 啊 不是 这笔钱放进去 不是救命的钱来的啊 啊 所以这笔钱如果突然间真的一个大事情发生了 真的跌到零啊 这个钱啊 你是要输得起的啊 输不起的钱 就最好不要放弃这些投资啊 因为这些是很高风险的投资啊 他没有政府去控制他的啊 不同我们马股马股控制他啊 所以啊 有些股啊 跌到零 跌到跌到啊 两块钱跌到五毛钱了啊 等下你你收两年 他突然间拿到项目啊 拿到什么好料 他可能又可以上回去 你还有机会 这些加密货币呢 有些如果你买那些不出名的呢 他跌到 他跌到零了 可能他会bankrut 会关掉的啊 所以没有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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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会没有掉的 所以你要也是要想 but 我们 我们投资啊 很多人讲我们看美国 美国市场 美国市场 迟点我会讲啊 迟点我会讲 怎么样去投资美国市场 用什么平台什么 我现在我在有一点安排 跟啊 啊 某一个broker了啊 有一点安排 就迟点你们讲 你要玩美国股叻 ok 我也可以 给你们一个 跟你们讲什么平台可以去玩啊 所以那个迟一点点啊 现在正在安排啊 所以现在这个也是这个比特币啊 也是 看啊市场不好 kfc一直跌 啊 你 你的钱有很多钱 kfc一直跌 哦 你全部投资进去 你的钱就很高巴仙是跌的了 所以我们也有其他的地方 啊我们不想 哇这边塞浪 全部塞浪 不是讲 kfc还跌 比特币啊啊 现在比特币很hot了 一直在上了 所以我就全部全部的比特币啊 现在加密货币了啊 有很多也是啊 也是一直上搜 我不是讲哇 一下子跳进去 but at least你看到 ok还是你熟了了啊 你会看 ok现在这边没有机会 我会去那边 这边没有机会 我会来这边 有这样的选择了啊 不是只是靠一个 靠一个 不是讲不可以哦 如果你可以生存 只是靠kfc生存 没有问题的啊 如果你讲 ok我要看一看 多几个投资的方法哦 你要看美国市场也好 你要看比特币也好 你要看这个 这些也好啊 所以至少啊 我分享给你们 你们看了先 你们学了先啊 学了先 改正你们的会了啦 ok 你 你退休了啦 ok 你有一笔钱啊啊 你要你要怎么样去投资 at least 你有几个平台去投资 你有几个方法去投资啊 高风险的啊 低风险 高风险高回酬 低风险低回酬版 至少你学了那个功夫先 就是看图先啊 看图先啊 我比特币我也是看图的 我全部也是看图了 你看了图先 你会了那个功夫 你可以把这个功夫带去外汇 可以把这个功夫带去啊 啊 这个加密货币 或者在KLCR 或者在美国 你要看Apple也可以啊 也是同样的一个功夫来的啊 ok 所以记得咯 讲很多东西哦 所以记得给我点赞点阅啦 支持支持我这个新的视频 还有要谢谢大家哦 第一天哦 第一天已经有88个subscriber了 so 如果可以的话 跟我进去subscribe一下 还有跟我进去点赞一下 所以刚刚出这个第二集哦 所以你进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什么是Bitcoin Ethereum Binance Coin 这些东西啊 这些啊 这些啊 投资啊 投资的啊 啊 啊 资产啊 资产啊 哈哈 ok so我们讲回马股先了 你们已经很刺激了 看马股看到很刺激了 我们要讲马股先了 讲马股先 讲国际先 看免救生命先了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看一看 看一看 啊 这个 指数啊 国际啊 说大马来西亚今天跌蛮高 跌马股 KLCI跌破15.1496 1500是一个心态 投资者通常他看到00的 1500 1600 1700 1800 是一个支撑或者是一个压力 如果他跌破就是跌破压力 跌破 突破就是突破支撑 突破主力 跌破就是跌破那个支撑 啊 所以现在他跌破1500 1500点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心态 很多投资心态 1000 1500 2000 2500 这些是特别重要的水平 啊 特别注重和特别重要的水平 所以今天他跌破了1500 是一个很危险啊 除非他明天能反弹还有机会 如果他不能反弹可能会还很危险 啊 啊 第17点蛮多了 今天蛮多啊 1.1% 新加坡上啊 1.8% 啊 香港上0.7% 啊 韩国上2.1% 日本上0.4% 泰国上1.3% 啊 菲律宾地3.5% 有事发生 这个 这个中国 啊 FTSC上0.2% 中国SSE上0.3% 中国SSE 掉了0.11% 啊 澳洲掉了0.2% 印尼掉0.4% 纽西兰上了0.42% 0.0.42% 台湾上了0.9% 印度上了0.9% 亚洲今天有全部大部分都有反弹了啊 所以那个 那个恐惧 暂时是好像是没有了啦 对那个 啊 新的那个 变种啊 Omicron变种啊 Covic 19的变种 所以看来 暂时没有了啦 我们还没有看美国 美国 昨天大跌了啊 看欧洲 欧洲啊 FTSC上1.2% 这个啊 英国1.2% DEX也是上1.2% 所以欧洲也反弹了啦 所以那个 慌张已经过了啦 恐惧和慌张应该是过了 管道中 道中 1.8% MYFC 2.1% SMP NASDAQ 1.5% 所以这个呢 不是因为只是那个 COVID的问题啦 因为昨天的那个 那个 那个美国的那个 啊 啊 FAT啊 OK 他的那个 叫什么了啦 啊 美国的财政部啦 财政部讲他们通货膨胀很高啦 所以他们会控制 会做Tapping 去控制那个 通货膨胀 所以这些对投资者有一点担心啦 所以投资者一担心 那个market就跌啦 所以这个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研究就是那个 Omnicorn讲那个 Omnicorn 那个WHO讲Omnicorn可能会散发到很快啦 所以也有一点怕 还有某 某些这个疫苗公司也讲这个疫苗可能会 现有的疫苗啦 对可能会对现在的那个新的这个新变种可能 他的那个效率会跌啦 尤其是这个Moderna好像是Moderna的老板CEO啦 出来讲了啦 of course他会讲啦 他会讲可能会没有这样有效啦 他是卖东西 他是卖疫苗的嘛 对吧 都不知道啦 这个等他们去讲 现在研究还没有出来 研究出来 我们才才才才看真正的是发生什么事 还有今天你看美国还是继续跌还是继续跌 应该今天会会跌一点吧 因为中国啊 因为亚洲跟欧洲都反弹了 美国应该会反弹一点啊 就我觉得啦 啊 今天那个那个 那个啊 crypto啊 加密货币全部反弹啊 so也有可能今天 market会议这边 美国会反弹啊 ok prime oil 啊终于5294跌了一点啊 brand oil 跟 crude oil 油不能玩啊 brand oil70 这个 crude oil68 金也跌了一点1778了啊 守不出千巴了啊 通常如果是market很慌张 金应该会起的 你看现在他慌张应该没有什么了 啊 如果是market是很慌张的啊 他们会risk off 啊 啊 比较少资金放在股票 大部分资金再放在安全的投资啊 安全的投资就是这个金啦 所以金也是没有什么 金跟银也没有什么啊 啊发展啊 所以应该是慌张可能是过了啦 看一看klci klci klci前一个大跌啊 所以我们画了这个啊 通道啊 通道你看通道的那个啊 啊 影响力是很大的啊 通道你看啊 他的影响力是很大哦 所以你看价钱一直在通道这边啊 整当啊 ok 他是没有突破通道 最终现在突破通道 突破通道是上面还是下面 下面 下面是超不好啊 我讲 突破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窗口 给我们玩 啊 突破下面呢就是很惨了啊 看来他还要继续跌了 把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的啊 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了的了 这个是双顶啦 双顶 他的颈线在这边 ok 所以他也跌破了颈线 现在跌下来 我看来他会跌到1466 或者1447左右了啊 他跌到了这边 所以他一层一层跌了啊 因为这个是 双顶的影响力是很大了啊 ok so啊 可能他会看明天 明天如果他有一个反弹 可能还有机会吧 明天他有一个反弹回去 1498可能有个机会吧 反弹也可能不能去太远了啊 如果他有一个反弹 可能他这边也有一个阻力 so啊 越看越难了啊 越看越难了 他突破这边 这边又有一个阻力 so 现在他要反弹很难 他能在1526反弹出来 上来还有一个空间 so 他现在在反弹 他的空间是很少 因为压力越来越多 一层一层的了 看来 他就 看来是继续下了 so要玩 玩一点点 咖啡钱啊 可以啦 不要去晒浪了啊 so啊 看来是继续会跌 一层一层跌了 我们看看 Omicron Omicron啊 他暂时 他不是散发到很快了啊 我缩小一点啊 你看啊 现在啊 北美洲有一单有有了 巴西这边又有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新的啦 韩国有 ok 多了这几个地方 像欧洲是很多有了的 葡萄牙也是有了的 啊 那个什么 Islai也是有了 那 Kaskar有了 不是讲一下 这边全部 弹出来啊 这边也有啊 不是一下弹出来 看来还不是太严重啊 还不是太严重了吧 开始也是慢慢的多 不是讲很快 因为现在啊 现在啊 政府全部开始封锁了啦 封锁封锁了啦 封锁封锁了啦 整个暂时还受控制啊 我觉得啦 ok 今天 武萨 封锁三十 上升股 293 下跌股 680 昨天 前天我是讲了的 不要看他昨天上一天 就以为这个market真的会反弹 没有这样容易啊 嗯 3.6 你看交易量又跌回去3.6了 没有的炒 没有东西炒了 手套没有力了 1.7 等下我们讲一讲手套了 因为今天手套跌到蛮厉害 啊 17点蛮多 所以今天啊 消费跌0.6 Industry 啊 工业跌0.32 建筑跌0.191 科技跌蛮多 1.16啦 所以科技咧我们已经预算到1倍了的 这个是应该会跌一轮先啦 啊 啊 金融跌0.71 property 全部中国 左勾前啊 南 跌0.39 这个房产 啊 plantation种植上0.07 最最后上了啊 这个种植啊 but啊 0.07一点点 RIT也是跌0.45 能量跌0.19 这个healthcare本来中午跌1点多 现在跌3点多 是蛮多啦 电讯1.19 啊 啊 电讯跌0.19 这个transportation 运输跌0.13 啊 水电 utility 水电那些啊 gas那些跌0.5 啦 so market 是很烂了今天啊 很烂了啊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手套啊 手套今天我有facebook那边讲哦 要看这两个水平哦 短期看这个水平啦 如果你短期就是为你追高哦 追高赚了要逃的 2460不要跌破260 所以昨天还守在260那边 所以今天跌破了应该是逃了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你是长期呢 就看这这边还有一个主力 2400 跌破2400 长期也是要逃 因为长期证明你 如果你长期你是买 你有一直有有有有 有捞了啊 可能你有捞到便宜 或者你买进的时候 有买到便宜 或 so你还可以还可以守一点啊 but现在也跌破了 这个是我 我是out了啦 rsi也刚刚跌破50了几天 so啊 出啦 是我会出啦 不是讲还没有机会 很难讲 因为现在那个 Omicron报告还没有出来的 报告可能多几天 报告一出来讲 哇 这个是超级厉害的 啊 他又会上回去 我不想没有机会 but现在你看图 ok logic看图 ok图可能讲什么东西 图可能讲不要完全哦 不是讲没有机会 机会什么消息都能出来 ok 你知道这些媒体哦 跟 你知道啦 政府跟媒体 他们要做什么 要讲什么哦 他们要爆发 爆发一个 新闻出来哦 要做某些新闻出来 他们可以做啦 啊 so 暂时 ok你看图 叫逻辑 逻辑的 啊 逻辑的做法是 出啦 啊 是是是是 是逃啦 哦 还有我们一个朋友看到 Tony啊 Tony很喜欢玩手套股的 哎哪里去了啊 手套股啊 Tony讲 啊 4.41 4.44分 2.2块2毛6 突然间 4.45分 preclosing 之后突然间 啊 跌到 2.15了啊 so这个都给他看到了啊 他是很专专专业玩这个手套的 哈哈哈 supermax也是啊 1.995 啊 4.44分啊 一下到preclosing 就跌到1.88了啊 so 不知道了啊 我觉得有些人要丢股了啊 突然间丢股 so那些已经 已经是什么啊 已经是Q up了的嘞 啊 要卖便宜货 Q了的价钱 他一丢下去 就很多人上车了啦 很多人昨天买进了啦 突然间啊 在preclosing的时候啦 so很多人在那边Q的 全部中了啦 so有有 某些人 有很多 手上有很多股一下丢啦 so so 就发生这样的事啊 but这些是 呃 呃 呃 什么啊 manipulation啊 so 手套股我不喜欢玩就是这样啦 他很多这个啊 操纵 很多操纵啊 so 很多集团去操纵他 so 很难玩 so 手套股我看到不对劲啊 我就要逃的了 所以当我有劲 我一劲 我是看到有什么不对劲 我就逃的了 就要很小心去看了 so要请我喝咖啡 记得去啊 啊 trading with kx 去coffee.com啊 kofi.com ok 去trading with kx 请我喝咖啡啦 还有啊 看一看手套股先 我们看了大局 刚才看了那个手套 啊 看一看个股啦 Top Glove Top Glove 这边也跌破2.83 Top Glove还没有很惨啦 因为他 还没有很差 因为他RSI还在50上面 可能还有一个反弹的机会了 啊 so Top Glove 啊 看图现在呢 应该是要逃了的啊 看图应该是要逃了啦 因为他已经跌破了这个蜡烛 他会盖掉这个 啊 他会盖掉这个2点啊 他会来这边 哦 盖掉这个东 这个欠口可能会2.5 2.5他不反弹 继续跌也是完蛋 so这个呢 那天我们讲 我的方法我是套利了一半 还有一半 还有一半是这样 如果是买到很便宜 哦 2.5我就买了 ok 2.51 2.52我买了 还没有到我的break even 啊就是我买进的价钱 我还要我可能还收 如果这个下跌 到了我买进的价钱 我会放了先啊 我只是这边赚一半拿了先 如果我到了我买进的价钱 我会放了先 不要玩先啊 所以我没有亏我还有赚 然后那天这个 这边我还有卖了一半 所以我还有赚 这个还没有到我的break even 到了break even 我就放了先啊 至少我带了全身啊 你现在也看得出 暂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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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cron没有这样火辣了啦 so 很难他会上 你看这个supermax跌到很厉害了 跌到一下 两根大啦 就跌 看他还要跌 supermax就不好 跌破 这个不好啊 这个我会放了先 rabblex还可以 暂时啊 他还守在这个 我们买进的价钱上面 so 暂时还可以啊 我们卖了一半赚了先 这个如果跌到我的break even ok 我的买进价钱 我就放了先啊 不要想这样多了啊 kosan kosan kosan就很伤了 kosan就跌到这边来 这个应该是逃了的了 kosan要逃了 kosan要逃了 hlt hlt还ok 还没有什么跌 so hlt可能还有机会 kosan 他不仅留一个 可能还可以等 等多几天 daha你知道啊 真的研究出来 哦这个是超级强啊 你还有 还有的老一轮啊 不是这边啊 可能他跌一点点 可能还有老一轮 啊 或者收就起来 好吧 记得要看啊 跌到你的值 跌到你的 买价ág 就放了先 买卖一半,然后收入一半 去到本钱要逃了 confort confort就跌到很厉害了,confort 我觉得是我会逃了先 它跌破了两个支撑了,这个 kplus还可以 kplus跌到本钱 可能要逃avanta avanta也是暂时还可以 跌到本钱才逃了 这样子啦,这样子玩啦,暂时我会这样子玩啦 ok 看新闻啦,Omicron 这个internpacific,这个专家讲 我们本地的股票 会受Omicron影响很大 所以它detect detect the market movement 市场上下就是看Omicron 它的意思是 要记得要看Omicron的新闻 EMW,这个IB 第四季度它应该是会反弹的 这个amaybank 对它很乐观 然后还给它buycore 4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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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块钱啦,我们看一看 UMW 快快的看一看UMW 有点的retect破了,不要进先啦 不要看到buycore就进啦 它的buycore 第四个季度它讲有机会上可能是能上 如果它不能上 可能你要等半年一年 所以我们要等动力先,没有动力不要完 所以等它上回来3.14上面 ok我们再进 我已经放了alarm 它能突破3.14我会跟大家 Facebook会讲或者我在视频会讲 因为这个 你不知道它还会跌多远 还会跌多远 ok 暂时是跌破了通道不要完善 不要一听到新闻就走进去 buycore就跳进去 buycore它是可以buy but 几时可以去到目标 我们不知道可能明年 我要等到它有机会突破 有那个动力去目标 我才追 这个RXP 这个勒 有OB 就看到这个RXP赚大钱了 所以就给它 提高了它的TP 从6.3到6.9 还有这个也是 CAMB也是给它 提高了它的这个 Ecore 加码 他讲Ecore TP给6.4 RXP 这个RXP 所以RXP CAMB OK 我们看一看它的股 所以我已经放进去了 我们从图那边看比较容易 一眼看到完 所以你要读新闻可以慢慢的读 我们讲图先 OK 啊 Finance So有几个 有几个目标啦 很多个目标啦 CNB给6.4 MMX 6.8 UOB 给6.9 这个RXP 这个RXP 你要玩 可能这样子 现在还是加跌 他给他走勾拳 中一拳 还不能行那天 虽然他的净力就是胀了 还是不能行 所以我们要等他站回来先 现在他还是在那边躺住了 现在他躺到这样子 还是躺住了 躺到头 头在下面先 所以我们等他 等他站起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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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站起来就是他开始 啊 突破5.4 突破5.6 突破5.4 可能可以加 买一点 突破5.6 可以加吗 所以我们就看这些啦 这些大银行的 啊 这些专家的目标啦 OK 6.4 6.9 6.8 OK travel ban OK 所以说开始ban了啦 说开始ban了 这个我们 我们 这个 呃 呃 卫生部长也是讲了啊 今天啊 我们就开始ban South Africa Botswana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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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т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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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itimately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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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新闻 他要去外国啦 Sinovac 他用Sinovac 要做外国生意 然后这个政府不开心 对他不乐观 政府他的疫苗的价钱要起了16 他买疫苗的价钱 本钱会上16-18% 因为这个做不及 这个Sinovac 这个Farmaniac做不及 所以他做不及 然后呢 弄到他们的价钱会高了啦 他是意思是这样啦 你慢慢读啦这个新闻 然后他们对他不是很满意 Sinovac 不对他Farmaniac政府啦 还有这个就是他Farmaniac要买新的这些 什么Wayhouse 货床 货厂 他要狂充他的生意啦 很多东西啦 你看他的价钱 看他的价钱如何 一图可以看到全部东西啦 一个图可以看到全部东西 价钱是下跌咯 假突破 所以没有对他没有信心啦 所以突破了 那天我讲突破了 跌回下来就不要了啦 所以他突破了0.89有机会把跌回下来 本来我觉得他有机会 因为这个Omicron Omicron变种可能要 要新的一个Sinovac或者要新的一个 booster right 他就有机会把跌回下来 market对他没有信心啦 这个逃啦 Avantek Avantek拿到76个Million的contract 去做这个Google Workspace Service给这个Pernet Integrated Network 所以我们看看Avantek Avantek没有动力啦 Avantek暂时逃了先 他什么反弹 有什么反弹也逃了先 回到本钱逃了先 他跌破了通道的 所以有机会逃逃了先 Bintai Bintai有新闻 Bintai要他跟这个合作 Bin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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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没有东西在 Bin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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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子的跌法是炒完了啦 记得啦 红色蜡烛很大根 你就要逃了啦 红色蜡烛大根全部青蜡烛 这边X你要逃了啦 红蜡烛大根青蜡烛 你也逃了啦 很多红蜡烛很多青蜡烛 这个有一个这个是图并肩啦 你看清楚一点 这个跌到2.6 可能有一个反弹 如果2.6他不能反弹 你也是要逃如果2.6他反弹 他有一个机会给你逃 把这个要逃了想办法逃了啦 你要逃先也可以你不要逃先 你等他反弹也许也可以 把突破2.645就超危险 我那天我讲他突破3.2 其实也是要逃了的啦 突破3.2是要逃了的 这个要很小心看啦 因为这个是在追高 阴森 所以阴森也跌破了啦 阴森暂时放了先啦 所以阴森我们看到很密的阴森 跟到很密 他跌破了 ok现在他又有一个小反弹回去5.7 所以你是可能只亏一点点 放了先 等他有什么新的做出新的模式 因为这个是双顶 所以很危险啊 这边做了一个双顶 双顶 所以他也跌破了顶的景象了 看来他会跌到5.2了啊 所以有机会逃逃了先啊 等他跌到5.2再反弹还够好啊 因为我们的上去7块钱的窗口又越大了 啊 所以解释好啊 送放了先 啊 YBS 啊 YBS YBS 看一看啊 YBS到目标了啦 那天我讲这边突破可以 所以说追到目标了 0.74 跟0.68 啦 YBS 今天有反弹可能可以晚一点点 试下 Y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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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 有亮来 这个还可以吃啊 如果没有亮要小心点啊 啊 5.673 这个是 看来他好像差不多到通道底 没有到通道底 就要反弹了 他很强 哦 他这个股真的很强哦 还有谁 Bitrox 快快的看一看啦 Bitrox 今天突破哎呀 追不及了啦 他不知道通到顶了 追不及了 哇 然后又超卖了 超买了 啊 这个追不及了 还可以充 可能可以 我觉得可能还会充 but 好像太迟了啦 太迟了 如果他跌回来一点才买 可能有机会啦 如果他明天 啊明天你放limit order 他跌回来 ok 啊 这边啊 他跌回来 这边啊 2.21块3 21块4 如果买到 可能还有机会啦 如果明天一下再充 你买进你就 可能 有点太迟了啦 太危险了 不想不可以啦 有点危险了 有点危险了 追高了 超 太迟了追高了 你买进了 那天如果你在我这边讲啊 那天我这边已经 哦 这边我已经讲了 可以买了 这边啊 突破可以买进了 了啊 终于等到目标了了 哎呀 我都没有看到我自己放了这个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啊 突破 那天我讲的 这边突破可以买 所以第一次到目标了 现在跌回下来 现在他又冲回上去 如果你没有卖 你还守住的 啊 这个2.2.74都要到了 啊 这个Vitrox 自己都没有看到 ok 所以这个暂时啊 因为这几天比较忙了 这几天我要做那个 比特币 啊 那个那个 加密货币的视频 比较忙 自己也没有看到了 现在才看到了 ok 就记得了啊 22可以套利了 如果你 或者你等了啊 全部青蜡烛 你继续收青蜡烛 红蜡烛 多过青蜡烛 红蜡烛大过青蜡烛 可能你要套了啊 如果是你追高了啊 ok 今天讲这东西 谢谢你的支持 ok 不要忘记啊 ok 点阅 点赞啊 我的视频分享哦 ok还有记得要看我的Facebook啊 中午啊 TradingVKS啊 有什么好料 我会放在那边先 记得ok 要请我喝茶 就去coffee.com coffee.com tradingVKS啊 ok 还有不要忘记啊 看看我的这个啊 啊 支持支持我这个视频啊 ok 这个啊 加密货币的视频啊 ok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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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